今天是9月20号 余晨生日的前一天 哈哈哈哈 然后此刻我跟林姐 再大吃一顿酒 等一下就去门店给人一个惊喜 但是这一切还不错 一切尽在上午 所以你们一起合伙起来 天哪你们都来不了 对他都不知道车上大部分人都在路上 我刚刚还问了一下他 我前一遍 我前一遍骗他 我说我给你买的生日礼物已经寄出来了 然后我刚刚问他有没有收到 他说还没有 然后还发了个表情 然后我刚刚又给他发了照片 我说我零点 零点发这个那个 还零点OK吗 然后我刚刚还特意加了一句 我说我刚刚翻柜子的时候突然发到 戏出来了 所以他相信了是吗 对他相信了 目前来看翻柜子 微信上来看他是神性不移的 结果结果到了之后 我发现他全都知道了 他一到了以后一点不惊喜 他不知道如何想就是吧 丢头相信 他会 他会 他会就是强撑着这样说 对我觉得 他就算费劲到了也会这么说 我就知道 他会说 但是 他细微的眼神肯定会有一些些小的东西 很重要 你给余生买了什么礼物 我给余生买了一个小礼物 然后 华尔博士的礼物 对华尔博士的礼物 对华尔博士的礼物 他会有点 对 他会发明信啊 他会发明信啊 对 你结果的经验信记得很好 然后给你们去 你小国发明信 这种文化发明信 他会发明信 他会发明信 可能也给我一堆文字 去吧 我去 刚刚 刚刚我没信说 女神已经到酒店楼下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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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hour later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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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开门去吧 你是谁啊 还好没有很熟 我看错了又去语别验 这个人过分了 这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有点失望吗 我看了那些没认错的时候也很开心 看一下给你听起来 有点点 有点失望是不是 我跟你说其实我有一点点猜到 你怎么猜到 你在裙子里的时候 你在裙里的时候 你平时在裙里 是不是不真实 今天你就是感觉裙里发东西 明天也不回 然后我说 说起你们就在一起商量 有点病 是吗 我想鬆脚 我认识 我认识 到底要是啥 有点 我认识 有点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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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在cold es 不知道我头发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我头发怎么回事 你那么长 对啊 我头发跟鱿鱼虚一样 我来讲我真的 要好听吗 这个话不是跟你说了吗 好烦啊 可是你要改的是钱量 那没办法 你不是要改的是钱量吗 他跟你视频的时候 把他自己放大了 把你缩小了 对 哇 真的是 可以的 你快点 你啥子 啥时候来看班 看班 没时间 要先去等我啊 挂了吧 哈哈 你也不跟人说个生日快乐什么的 你来都不能来 生理会有没有收到的 生理会是啥 没有 为什么还没收到 我下午看他已经在开送了呀 不是 你是不是 撒谎了呀 你 你是不是 你就是 我们我们怀疑你根本就没有快递 对 你根本就没有快递吧 你也没买 没事 你买不要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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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你生日礼物 我也就给你换个地吧 换了吧 你最近在干嘛 你最近在干嘛 你哥啥时候录 哥啥时候出 哥嘛 哥嘛 我等一下我等一下出去跟你讲 等一下 我也不知道呀 哥 都问尹姐 你姐啥时候出 应该是李健回来了 你去年玩过的梗 你就不要再玩了吗 那你乖乖是在干嘛 啥啥啥 啥啥 下午一号 是下刀了吧 下刀了 一号的头发 没事 你惊吓就要表现出来 不要客气 不要客气 你是不是应该说 我早就想到了 我早就猜到了 我们已经猜到你会这么说了 哈哈哈哈 请看那个车上的回放 什么车上的回放 我已经模仿过你一遍 你们来干嘛 对 你们来干嘛 我好不容易休息天 好像 是不是 我好不容易休息天 好吧 路马路马路马 拜拜 你们吃什么嘛 随便吃点吧 谢谢啊 太容易吃 12 o'clock midnight 三 criteria 一 语尹 语尹 对 十年 嬸 一 功 vi 十年 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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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y hours later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